大家好,我是Jodan 現在是上午的7點11分 我們已經進入澎湖群島了 現在是上午的7點45分 再帶你們上來甲板上這邊看一看 新載船已經停靠在馬宮港5號碼頭附近了 讓你們從船的各個方向看一下 這邊是南邊 西邊 西邊 早點 這邊是舌頭山油氣區四角魚 這裡是西語鄉 北邊 前面就是馬工市 現在是第二天 禮拜一上午的接近8點 我們今天要搭接播船 到澎湖馬工港五花碼頭的時間 是上午的9點 現在是上午的8點09分 離搭接播船的時間 大約還有一個小時 所以現在是大家的 睡回龍覺的耍廢時間 現在是上午的8點59分 準備要去搭接播船 剛剛現在星座劇院集合 然後再人批 分批上船 要搭接播船喔 現在這邊是馬工港 準備要下船喔 到馬工港了 接播船 接播船現在往回開了 前面就是我們這次搭的郵輪 從郵輪搭接播船到馬工港 大約10分鐘 來這一間問一下租車的行情 剛剛問了店家 一台摩托車 一天350 附兩點安全帽 OK就租了吧 其實我一直很不想坐摩托車 因為在這個大熱天 戴著安全帽 頭髮很容易塌掉 變形 這樣拍片起來 就不好看了 這是身為一個 偶像型YouTuber的困難 我兩個女兒 去便利商店買了棒棒冰 我們現在來到澎湖天后宮 這邊有400多年的歷史 澎湖天后宮 建於名萬曆20年 位於澎湖馬工市中央裡 是全台歷史最悠久的媽祖廟 而立為國家一級古蹟 廟體出自唐山名將之首 此廟不只供奉媽祖 並擁有台灣最早的碑基 神友榮玉退 紅毛帆為馬郎等碑 另外還有清乾隆皇帝 遇世所提 與天同宮的金扁 成立於二樓清風格文物館中 皆為珍貴的歷史文物 現在我們往天后宮的右邊走 去逛中央老街 中央老街是澎湖發展最早一條街 因此也稱為第一街 這是萬軍井 康熙二十二年六月 水師堤渡近海猴施郎 率領軍隊攻打澎湖 擊退守澎總督劉柏軒 但是攻下澎湖以後 駐淫在媽公 整個大軍發生飲用水不足的問題 施郎這時向神明祈禱 井中湧出大量甘甜的泉水 而且取之不盡 所以取名為萬軍井或大井 這邊有一個萬軍井大樣圖 在萬軍井的對面 這個是施公池 澎湖施公池建於1684年 當時叫做施將軍廟 施郎受風近海猴後所建的神祠 位置在現今澎湖醫院以東的地方 1836年後 因入世海潭殉職官兵墓主 於是一名為四公尺 在1843年重修 到了1914年日治時代 該地徵收蓋澎湖醫院 四公尺才先洗來到中央老街 現今位置 天后宮旁的中央街 從馬宮建成以來 與居民相伴 是澎湖歷史最悠久的一條街 短短200公尺的民視商店街 許多在地傳統特產 都有此發跡 澎湖必買的黑糖糕 干貝醬 冰心糕 這裡都買得到 我家妹妹到一個地方 總是喜歡買紀念瓶 妹妹有挑到喜歡的紀念瓶了嗎 還在考慮 我就是喜歡挑小東西 老街的門 古色古香的 跟台灣老街的感覺 不太一樣 中央老街懷舊的街巷中 也不乏異國風情 巴洛克市的中藥行 與日式老旅社 保留當年風華榮景 值得細細品味 這一個是四眼井 四眼井又名為四穴井或四孔井 位於馬宮市中央街北端 俗稱頂街 井口覆蓋石板 柳有四個圓形的脊髓口 構造十分奇特 因而等於 看一下裡面 沒有養生 現在裡面還有水喔 我們現在要離開中央老街 準備去搭接駁車到下一站 海洋牧場 這邊是南海遊客中心 前面是馬宮第二漁港 現在往遊客中心裡面走 我們待會要做半潛艇 要去搭船喔 出發囉 現在船上在做導覽 前面是我們搭的探索夢號 它是新夢遊輪裡面最小的 我們現在要從這個地方下去 看海底的景色 觀景窗的上面 有一些魚類圖片的介紹 現在看到海底 這邊是珊瑚礁 額頭可以靠在前面 這邊這個藍色軟墊 一來靠著脖子回刷 有看到魚了 大概就兩公尺那麼大 現在看到的是小頭比較多 可是有九線鵰魚 有六線鵰魚 這邊有好幾家業者 我們待會要到前面這一間 每次看到我這妹妹 在看海的樣子 就覺得好療癒 妹妹好看嗎 下船喔 下船喔 我們要來烤牡蠣 還有吃粥 都是可以一直續的 來吃囉 還沒有看過我大女兒吃過鵝啊 好吃嗎 外面這個是海莉的養殖場 我們去海莉養殖場看一下 這邊有用魚竿的餵魚體驗 竹竿上綁著竹甲魚 當釘耳 有在吃耳喔 有在吃耳喔 現在要搭船回去囉 我們待會要去逛媽公古城 媽公古城是清朝時代 在台灣建立的最後一道防禦性城池 前面就是媽公古城 目前我們所在的位置是城內 前面的順城門 是媽公古城現存唯一的門樓建築 門樓的右邊有個階梯 我們上去看一下 順城門位於馬公港邊的 中山路盡頭西處 上有媽公古城牆為品 下臨馬公港灣 鑒於清光旭年間 於民國七十五年修成經貿 右邊這邊可以看到澎湖的港口 往城樓裡面走 往城樓裡面走 再上去看一下 這邊就是城內 我們現在再往下走回去 我們現在往城外的方向走 媽公城一稱澎湖城 也稱光旭城 是清代最後建築的一道防禦性城池 在西元1885年3月31日 法軍攻佔媽公 同年6月中法義和後 法軍撤離澎湖 西元1887年 澎湖鎮總兵吳鴻洛奉流民傳令 建造媽公城以提升澎湖的防禦能力 前面有個階梯我們往上走 前面有個階梯我們往上走 媽公城建成面積約26公頃 成員東南領海 西街金龜頭砲台 北昭富城好一道 全長789餘帳 上岸城躲570個 共設有東、南、西、北、小南、小溪等六座城門 前面是我們剛剛走進來的地方 這邊有階梯我們往上走 城牆內還留存有日治時期的歷史建築 供遊客尋訪喔 前面是澎湖的港口 往左邊走 可以接到我們剛剛從城樓上來的階梯的地方 這邊就是我們剛剛從城樓上來的地方 我們往右沿著城牆走 小溪門又稱為順城門 一年代久遠除順城門外 其餘皆已被拆除 那工程目前還保留著台灣現存最長的古城牆 旁邊都是原汁原味的城躲 跟台灣的城牆上面的城躲的形狀 看起來不太一樣 再繼續往裡面走 這邊就到盡頭了 我們待會往回走 我們現在要走回來剛剛上去街梯的馬路這裡 我們往右走 去獨行石村 可以看到城躲裡面的老古石 往前走大約50公尺以後 左手邊就是獨行石村 這邊是獨行石村的第三個入口 我們直接從這邊進去 潘安邦故居 張宇森紀念館往這邊走 獨行石村是全台最古老的眷村 也是已故歌手潘安邦和張宇森的故居 嗨 女兒 我女兒她們剛剛先來逛這裡 這邊感覺怎麼樣 這裡很好玩 有展示一些見窗以前的東西 這邊有一間此刻診所 這邊有一家剉兵店 位在澎湖馬宮本島西南車的獨行石村 前生是日治時起 澎湖島要塞司令部 與馬宮縱號兵大隊軍官宿舍 二戰後被國民政府接收 改為澎湖防衛司令部 軍官有眷宿舍 並命名為獨行石村 可以說是台灣最早的眷村聚落 這裡是潘安邦紀念館 也就是潘安邦舊居 這邊風景不錯喔 前面可以看到我們的西夢遊輪 這個雕像指的就是外婆的澎湖灣 澎湖灣 澎湖灣 外婆的澎湖灣 走在這個眷村 會不停的聽到 張雨生和潘安邦的歌曲 這裡是潘安邦舊居的門外 出來以後我們再繼續在裡面逛逛 裡面還有小火車可以坐 這邊是張雨生故事館 我們走進去看一看 張雨生故居位於馬宮寺 獨行石村內 新附路二上22號 位於故事館最裡側 由於空間稍狹小 故將林洞建築20、18、16號 一併納入整修 作為故事館進行部展 這裡面圍牆也是老古石 這邊介紹張雨生生平的事蹟 盛大第五屆金銜獎第一名 現在離開張雨生故事館 再到處走走 這邊很多地方都很好拍 不錯還有飲水機 補充一下水分 前面是大門 我們去看一下大門 前面是大門 大門旁邊這邊有一個 民國四十一年九月 蔣中正首題的 無望在局 往右邊走 前面是金龍頭園區 以前叫做金龜頭 我們去看一下 這邊就是金龍頭園區 往這邊走進去看一下 前面是國定古蹟馬公金龜頭砲台 不過現在好像不能進去 這邊有一張金龜頭砲台的照片 是在1886年 也就是青光旭12年所見 去看一看 是不是真的不能進去 好像有個阿兵哥在那邊站上 這邊有一張金龜頭砲台 全區配置導覽圖 所正南天 左右兩邊 各有一個阿兵哥 你們的右邊有一張收費標準 五月一號到九月三十號 每週三到每週日開放 是上午的九點到下午的六點 收費標準一般民眾三十塊 學生十五塊 團體二十塊 今天是禮拜一 所以沒有開放囉 整個城牆的範圍蠻大的 現在這邊一樣可以看到現成的城牆 現在是下午的五點二十七分 我們剛還完摩托車 現在準備去搭接駁船 到我們的郵輪了 前面是燈輪檢查門 我們現在準備要從馬公港這邊搭接駁船 現在要回到郵輪了 燈船以後還要再做一次安檢 我們一進來的地方是在三斗 我們一進來的地方是在三斗 謝謝 謝謝 所以妹妹妳買了什麼紀念品 這個 這是什麼 這樣子 喔裡面有沙子 不是這不是沙 這是沙子的沙肉 哇很漂亮 我們晚餐一樣吃蜘蛛餐 看一下晚餐的菜色 沙拉麵包 牛腩 熱菜 雞塊薯條 雞絲湯麵 蔬菜奶油濃湯 咖啡跟果汁 時令水果 各式甜點 待會要離開澎湖了 我們到陽台來看一下夜景 前面是馬公寺 前面是馬公寺 坐在外面的陽台 欣賞海上的夜景 感覺還不錯 可惜的是 他這邊這個玻璃 有點高 會反光 有點遮住了視線 有點可惜 那邊有一艘返船 船上的遊客 好熱情 又一艘接駁船回來了 現在郵輪利用繩索 把接駁船從海上拉上來 現在接駁船 要被拖進去了 現在是第二天的晚上 7點26分 現在在離開馬公港當中 我們現在去十三樓的加班 看一看船要離開碼頭的樣子 現在SPA只有開放 泳池也有開放 看一下王華水道的 還有熱鬧的現場演唱 還有熱鬧的現場演唱 在這邊一面POW SPA 一面聽現場演唱 應該挺爽的 旁邊這邊有躺椅可以躺 在這邊吹著晚扇的涼風 聽現場演唱 真舒服 前面是在觀音艇清水油漆漆的彩虹橋 現在走到床尾來看一下 床尾的下面這一區 是屬於比較尊榮高級的旅客 才能夠專屬享用的 比較舒服的沙發 還有發呆艇 還有發呆艇 前面是馬公 前面這一艘船 應該是在夜吊小館的好亮 澎湖馬公 Goodbye 現在往馬祖南竿的福澳碼頭前進 現在是晚上的8點13分 我們來小小夢想家天麗 現在有免費的拼圖活動 你們現在拼出來 會拼出來什麼圖案 很濃的 用池的水深是1.6到1.9公尺 旁邊會有提供大人以及小孩子的救生衣 這個資訊可以給你們參考一下 現在是晚上的9點 我們有買宵夜券 要來吃宵夜囉 點了一份馬來西亞炒蘿蔔糕 馬來西亞媽媽炒麵 魷魚豬肉丸串 台式炸雞肉捲 大家早 現在是禮拜二上午的5點40分 今天也是我們這一趟 四天三夜西夢遊輪的第三天 今天我們要去馬祖的南竿 日出時間是上午的5點43分 不過現在天氣看起來有點陰陰的 所以不曉得待會日出 會看起來是什麼樣子 我們靜觀其變 現在前面是東邊的位置 現在是上午的5點43分 不過什麼東西都沒看到 前面有看到一些些紅紅的 遠遠的 那個好像就是日出了 沒錯啦 剛剛看到的這一顆 就是日出啦 昨天郵輪到澎湖的時間是上午的8點 今天到馬祖的時間 預計是上午的9點 今天天氣看起來陰陰的 不曉得會不會影響到 我今天所拍的南竿的一些行程 有一隻海歐 在船頭的地方這邊繞歪繞去的 在這裡 太熱血了 一大早就人在這邊跑步了 這個紅色的範圍就是這邊的跑道 現在是上午的大約6點半 早餐7點開始公營 現在是上午的6點57分 我們要去吃早餐喔 早上的七樓大堂 空間 空蕩蕩蕩 現在要去吃百味宣 牆壁上的看板 會有今天各個餐廳早餐的菜色 今天我們坐靠窗的位置 看一下窗外的風景 哇波濤洶湧 哇妹妹 你這樣子 Gammy就是網美嘛 你是網美 我太太比較昨天的 立都蜘蛛餐 她覺得今天吃得百味宣宗式的 雖然不是蜘蛛餐吃到飽 但是感覺比較精緻 這是我們今天的早餐 哇看到陸地了 我們出去看一下 剛剛看了一下指南針 這邊是南邊 這邊應該就是南甘島 上面有一艘板機 應該是要去停在南甲機場 我們直接上海13樓 甲板這邊看一看 這邊視野比較好 也比較可以看到四面八方的景象 這一集的行程就介紹到這個地方囉 如果覺得這支影片不錯的話 請記得按讚分享 訂閱以及開啟小鈴鐺 就等到處走 下次再見囉 拜拜 字幕高 字幕志全選